一场全球性的灾难要剩余的人类只能狗活在一栋大楼之中 而大楼的统治者们却各自心怀鬼胎 有人想要将人类当作动物般永远在此圈养 有人崇尚机械飞升强制所有人类进行全面进化 意外跌落的赛博机器人在重返大楼顶部的旅途中 逐渐发现了人类未来的可怕真相 而他的一己欲动也将决定着景村人类们命运的走向 我是火龙点赞上车 一起来看这款因战斗过于激烈 而被无数人忽视了精彩剧情的赛博朋克末日游戏 幽灵行者 在未来世界中 地球因为一场末世之灾 变得不再适宜人类居住 剩余的人们强迫住进了一座名为达摩之塔的摩天大楼中 达摩之塔的统治者名为亚当 他将塔内居民划分为369等 公司狗与精英们居住在上层城区 而工人与乞丐们只能在下层的平民窟内生活 为了维护达摩塔的治安 亚当利用手中的核心科技 创建了一百个强大的执法机器人 他们被统称为幽灵行者 然而亚当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 就因为执政理念的不同遭到了好友马拉的被刺 马拉把达摩塔视为囚禁人类的监狱 他主张利用科技带领人类机械飞升 在进化后的人们重新回归地球表面生活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不讲武德的马拉发动了政变 他杀死了亚当 窜夺了他的位置 并定用网络漏洞将前来救驾的幽灵行者们几乎全数消灭 但当马拉真正成为了达摩塔的主宰后 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 痴迷科研的他不再过问世事 一门心思投入到了一体改造的研发上 由于他的不治理 整个大魔城的平复差距开始急速扩张 底层百姓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 而上层精英们却仍然在夜夜升歌 就吃肉林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故事正式开始 我们的主角是第74号幽灵行者 当年在于马拉的战斗之中 被拽到了左臂 从高层抛下跌落到了基地区域 成为极少数幸存的幽灵行者 但从那以后他便失去记忆陷入到了沉睡之中 直到一个神秘的声音再次将他唤醒 在神秘声音的指引下 74逐渐恢复了飞檐走壁斩杀敌人的能力 并且对于自己遇到一个小朋友的强大战力 很是满意 直到他的膝盖中了一枪 这时候74才发现 原来自己相较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一击必死的命 不过作为主角的74 还是拥有一项最bug的技能 那便是通过时间宝石 一次次独挡重来 在神秘声音的引导下 74来到穹顶区外围的监狱塔楼 在清理调周围杂兵打开了牢房后 他好像释放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这个声音的主人正是幽灵行者的造物主 在20年前死于政变的亚当 原来这个老灯临死前还留了一手 他知道只作为人类的话 是无法到达永生的 所以便早早的将自己的思维上传到了网络之中 形成了新的人工智能 也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缔造者 缔造者唤醒74 便是想要借用幽灵行者之手 干掉马拉重新夺回达摩之塔的控制权 他告诉74 整个达摩塔在马拉的暴军统治下 以示风雨飘摇 百姓们名不聊生 天下不马拉久矣 现在只有作为幽灵行者的74 才能完成救世任务 不过在这之前 他会先帮助74 恢复作为幽灵行者的全部实力 一段攀上达摩之塔的复仇之旅 即将展开 在缔造者的引导下 74开始一边向着上层区域进发 一边找寻着剩余的网络主机 恢复能力 在离开基底区域的路途中 74意外接收到了一条陌生的求救信号 来者称自以为左翼是登天团的成员 登天团是来自底层人民的反抗组织 当初就是他们在基地区的废墟中 找到了兵临死亡的74 登天团为74修复了受伤的身体 并为他的断臂 接上了底层劳工最常见的手臂一体 他们还为这个无名的幽灵行者 取了一个属于人类的名字 杰克 因为当他们发现74时 他身上的伤势已经是再劫难逃 可不容缓了 让我看看 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杰克醒来 可等来的却是马拉军队的追杀 当缔造者唤醒杰克时 登天团已经近乎团灭 管理只剩下了左翼逃出升天 约知二人的目标一致后 左翼立刻决定与杰克合作 一起推翻马拉的统治 为登天团的成员报仇 在第五区的服务机房内 杰克成功找到主机进入到赛国空间 并利用代码修复 重新掌握了幽灵行者的专属技能 官方一名叫他闪现 但我更愿意称他为阿尔法突袭 不过在离开服务机房时 低造者却一反常态地 用威胁的仪器命令杰克 将看守主机之敌人全部铲出 虽然仅有疑问 但杰克还是照做了 只不过这种被人控制的感觉 让他很不舒服 继续向上 在穿越工厂区的时候 左翼突然窃听到了马拉军队的信息 原来马拉为了镇压所有的抵抗势力 竟然打算关闭第五区的空气过滤系统 让外界的有毒尘埃 生活到达摩之塔内 杀死第五区的全部平民 杰克在听闻这个消息后 不顾缔造者的阻挠 各种选择以时间展开赛袍 决掉了沿途挡路的一切障碍 杰克成功在最后时刻 重启了空气过滤系统 身处困境中的第五区人民得到了拯救 而面对人们的感谢 杰克也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某种意识正在觉醒 随着杰克的位置距离楼顶越来越近 我们面对的敌人也变得欲发强大 从指挥打手枪的马仔到重甲机兵 从末日铁拳到原室根基 在到达上层区域的必经之路上 杰克还会遇到一个巨大的激光机器人 这个塔姆看似厉害 实则非常的逊 我才死了一波多次 就将其轻松解决 终于杰克通过升降机到达了上层的达摩城 在这个充满赛部朋克元素的尝试中 索依侦测到了一个正在移动的干扰立场 与此同时 在杰克借用主机进行升级时 也发现这里的修复数据已经不翼而飞 大家思考一定跟刚才那个移动干扰立场有关 而对方这时候也现出了真身 他就是由马拉仿制的幽灵行者 赫尔 他在马拉的受益下前来偷取杰克的修复数据 杰克立刻展开追击 一路划过满是风扇的管道 穿过急迟的列车 在属于赛博朋克的霓虹灯光中 杰克与同为幽灵行者的赫尔 展开了一场打铁对决 在将敌方成功斩首后 通过扫描遗失的数据 杰克再一次完成升级 并踏上了最后的旅程 达摩之塔的顶层是专属于马拉的实验区域 这里面满是人类的血字与失败的实验产物 那些被改造了的人 要么成为了没有思想的自爆怪物 要么就是在承受一体适配性 所带来的巨大精神伤害 此时的广播内 已经走火入魔的马拉 要么将在一个小时后 对塔内的所有人员进行强制改造 以完成带领人类再次回归地球表面的愿望 但到了那时 这些仅存的人类还能被称之为人吗 缔造者也在此时向杰克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他希望人们可以永远被圈养在达摩之塔中 对他来说 达摩塔就是一个运行者的程序 所有人都是他执行程序的工具 当他恢复统治后 整个达摩塔将在极端的秩序中被治理得津津有条 杰克逐渐意识到 这两位高高在上的领袖 从未真正设身处地地思考过人类的未来 他们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利用强权 将人们变成自己的工具 来满足一起私欲 而一直被抵造者 描述为救世英雄的他 也不过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罢了 来到达摩城的核心 在这里他与马拉展开了最终决战 这场战斗的演出极为精彩 BOSS的招式也是华力多变 我愿称之为最带感的跳升模拟器 而在战斗过程中 马拉也屡次提醒杰克要小心替造者 这个人工智能 与谎言为失忆的杰克 编织了一个虚假的世界 他让他替自己卖命 杰克没有废话 而是迎着马拉的攻击欲战欲勇 伴随着杰克将刀刃插入马拉的胸膛 这个赛博世界的暴君 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结局 但显然 故事不会这么轻易结束 此时杰克的大脑突然荡击 低造者催眠般的声音 在脑海中开始回到 原来低造者早就计划好了一切 他一路引导杰克恢复实力 就是为了等待杰克 帮自己扫清一切诈爱之后 夺射杰克的身体 当杰克再次睁开眼睛 自己已经掉进了一处 危机似乎的赛博空间中 日前低造者要求杰克 减灭所有开手主机的敌人 就是为了防止那些主机遭到破坏 虽弱自己的网络能力 现在他打造出了一个 无法逃离的赛博空间 准备将杰克永远困在其中 但他显然低估了杰克 给老子的毅力 在无数次的死亡与重势中 杰克终究是穿过层层障碍 来到了地造者的面前 随着两位极端统治者的消失 世界逐渐回归正轨 达摩之塔的底层人民开始觉醒 为了追求独立与自由揭竿而起 在扫清了旧世界的残党后 一个新的社会即将崛起 之后究竟是人民当家作主 还是再次陷入寡同涌断的期间之中 我们不得而知 至少人们不会忘记 那个将变革的希望带给他们的英雄 那个选择挺身而出 反抗强权的人类 The Go Stronger